今天我们来做川北凉粉 就是四川的凉粉 豌豆粉 我们今天用豌豆粉做 豌豆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3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会定型好一点 我们烧水 把豌豆粉和水调匀 等水开以后我们可以放下去 我们给水里边放两颗盐 水开 我们放调好的豌豆粉 一边调一边把底线搅拌一下 火要现在放小火了 我们小火慢慢的搅 只要不回锅底的话就OK了 它这个豌豆粉 这个现在已经扑通扑通的 已经差不多了 扑成差不多有一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OK了 我们关火啊 放凉一下下 然后我们放在盒子里 OK 我们的豌豆粉放凉了一点 但是不能太凉啊 然后我们放在盒子里 OK 我们放冰箱里一个晚上 明天就可以吃了 走人 我们的豌豆粉已经做好了 看一下朋友们 我们的豌豆粉做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做些备料 要黄瓜 黄瓜 红椒 大蒜 香菜 我现在准备了 黄瓜 切断 大蒜 切碎 红椒 切丝 香菜切断 都放碗里 我们调汁 把我们的凉粉倒出来 切一半 再切一半看一下 中间分一下 我们摆盘 我们摆盘 现在调酱料 现在放盐 放味精 放白糖 放陈醋 放酱油 搅拌一下 让调料都融化 现在我们把酱料撒上去 看一下 我们的凉粉做好了 夏天有这道小凉菜 清清爽爽 夏天很舒服 有朋友喜欢的 可以照做